《凡王经》里面 佛说了 他这一次 在地球上 视线成佛教化众生 是第八千次 佛世门中不学一人 这句话不是假话了 众生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 能够接受了 他就来了 你不相信他 你不接受他 他不来 来的时候 来到你们造罪业 你们毁谤 毁谤佛罪业很重 他不来 你们毁谤的罪亲 就不重 他要真的在这个世界 那毁谤罪太重了 所以他不来 所以来 大慈 大慈 大悲 不来 还是大慈 大悲 在正是有苦难 因为现在地球 造这个难 多麻烦 他来不来呢 我们相信他 我们相信他来 来了 不怕人 毁谤吗 他不用佛的身份 来 他到这个世界 普普普通通通 一个老百姓 谁知道他了 他来干什么 他是个有福报的人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我们要知道 父会二祖尊 这三归一 归一佛二祖尊 智慈 这一道基础 不露身份 痕迹都不着 你怎么会知道 那些有福的人在这呢 我们沾一点光 这造作罪业的人 都沾光 就这个意思 所以 众生可以不要佛菩萨 佛菩萨不会不要主生 儿女可以不要父母 可是父母的心 永远怀念着儿女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此地 要学习的 学习 发葬比丘的发心 我们要真正发心 发心 真感 真感那就是一门神父 常识心修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